是 如果你對我是真心的 我就可以等你 我們還年輕 還有很多很多 可以等待的時間 世君 等事情過去之後 媽媽答應你 你可以去上海 太太 世家老爺來了 老爺傳話 讓您和二少爺親自去迎接 快走 等我 讓開 讓開 快走 師兄 一路星空 好久不見 見內 沈太太還是這麼年輕 世君 見過世伯伯 世伯父好 請請請 昨日不見 我看你的氣色還是蠻好的 麻麻糊糊糊 身體也是外腔中肝 我看你還是老堂去做啊 分什麼事 有的事還是不行啊 吃麻糊 小同兄啊 若不是為了兒女之事 是你我有多少年沒有做到一起 喝茶談天了 你呀 久居上海 也是有名有姓的人物 不提也罷了 在上海灘 有多少人對我虎視眈眈 是 如果我們兩家的婚事能成 即便我將來有了不測 把翠枝交給世君 我也放心 你能有什麼不測呀 不過 世君和翠枝能夠成家 繼承這份家業 安安穩穩地過日子 我倒也是這個意思 你說 人世間 最親的莫過於父子了 可是呢 十個兒子裡邊有九個 都覺得父母對他們好 是應當的 那世君寧可在上海 給別人打工 都不聽從我的安排 所以才叫可憐天下父母心吧 這些年我苦心經營 把翠枝他們母女藏在南京 不敢有半點差池 誰知卻疏遠了 父女之間的感情 我唯一的女兒 從未與我真正小心 同為父母 你我的失落 並無不同 世君呢 是我看著長大的 為人忠厚 這不會錯 話說到這裡 所以我石敬軒未來的女兒和女婿 自然不會偏安逸於小父濟安 你有元太的資本 和有上海的資源 審時兩家天作之合 可幹一份事業的 可是世君這孩子呀 他不像他哥哥那麼機敏靈活 再說他也不懂管理呀 我怕這事兒 替邪照顧 亦不容辭啊 人哪 到了我這個歲數總會感到孤獨 可是一睜開眼啊 周圍全都是依靠你的人 就沒有一個能夠幫你排憂解難的 我還是想兒子留在身邊 其實男兒 留守家中只顧盡孝不問虔誠 沈兄 你一味地推辭 這倒只何一樣 我已經失去一個兒子了 我不想 我不想再失去第二個 在上海灘 誰都曉得 我有數不清的錢 可是我卻沒有一個兒子 我是把世君當做半個兒子的 將來 沈氏兩家定下婚事 我會把世君 當成自己的兒子一般看待 即便他們成婚 我也沒有想讓世君入贅的想法 我就是從心裡器重他 看得起沈兄 一旦他們成親 世君和翠芝的孩子 就是沈氏兩家事業的繼承者 老弟啊 周同修 世君的發展 沈氏兩家的合作 我早有想法 名字我都想好了 生意形容 國泰民安 要做 我們就要做 在上海有影響的大動靜 就叫龍泰 要讓沈氏兩家的事業 在他們的手裡傳承下去 沈兄 意想如何呀 老弟你既然說到這兒了 沈某全然信任 你 generate點關心嗎 你也覺得這兒了 讓他在那邊 他讓他讓他靠近嗎 他讓他靠近嗎 他讓他靠近嗎 好 跟這個吧 他讓他靠近嗎 你也不覺得他靠近嗎 他讓他靠近嗎 他讓你靠近嗎 宫队 宫队 世君 你还记得你刚从南京到上海 我们第一次见面那天呢 你说人生若真能止如初见 没有后来的这些纷纷扰扰 该有多好 世君 什么都不用说 我离开不是放弃 更不是放弃我们的感情 我只是不愿看你夹在中间左右为难 我爱你的心 一如往常 什么都不能让我退缩 世君 我在上海等你 妈 小心长睁眼啊 你说话说得那么毒 小心啊 你肚子里的小宝贝听见了以后啊 这个脾气随了你 以后啊 你也会吃不消的 你有没有闻到什么味道啊 又是你奶奶在那晒高药了 我 你们的耳朵都去打苍蝇了 我跟你们讲了多少遍了 我肚子里的孩子不能闻这个味道的吗 慢点走 慢点走 小心了高高低低的 奶奶 我讲了多少次了 我闻不了这个味道的嘛 老娇气了 扣闻死了 奶奶啊 叫你不要晒不要晒 又晒一种高药了 露露啊 这是下风口 你越站在这儿 味道越大了 蛮好闻的了 那开地那开地 我出去走走 你穿着拖鞋慢慢走啊 我闻的了 奶奶 快说了快说 你的大孙女怀孕了 闻不得这个味道 你叫你不要 我叫吃死了 愁愁地说 快去你 小丁不鸟 Spin 你现在快有疯独了 来 madame 想跑 来 还快走 想跑 行coli 快快快 想跑 你怎麼立正 你怎么立即 preparing for the year 今次都很努力 God 孤子登庫 小蕾女修女幼稚赏玉 儿子 我们买一双回去 拍拍你这个 老子的马屁好不好 好啊 弄少 好 好 有 干嘛弄两双了 一双一双 好好好 我帮她抱起来啊 好好好 小蕾呢 小蕾啊 姐 你怎么回来了 两个都撞了 还穿鞋子呀 走 开车 姐 嗯 好不好 走 走 姐 你的 你把我踩上去 再把我踩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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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ungle 可不可以了 哎 我踩上去 小的 说了多少遍 抱什么小的 我姐姐的命不是命吗 闭嘴 如果小的没了 我们大家都玩的 这可是石会上的骨肉 我闭嘴 闭嘴 这个以后说石会上 你还想不想过了 好好好 我说不说 干脆 我 我去看你们姐姐 我去看露露去 姐姐 你是吗 这是怕什么出什么 怕什么出什么 不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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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奶奶就不怕 不怕 别说了 别说了 憋错了 你住嘴听到没有 四六五八 四六五八 住嘴 什么四六五八 九八号 小叔 麻烦你帮我买一张 明天到上海的火车票 去上海干什么 没关系 我自己买 不为难你 这是要去哪儿啊 上海 你为了一个女人 你为了一个女人 不许去 你逼她走 现在又逼我留下了 这就是你们要的结局 世君 别说了 这就是你交出来的好儿子 放虎归身 世君 如果你不在乎 顾小姐的一番苦心 你就尽管去 妈 妈 在这个节骨眼上 她知道 只有她先离开 才能解开我们所有人的死结 你难道不懂吗 老爷 使老爷送来的请帖 要老爷太太 还有大少奶奶 二少爷 小少爷 去赴家宴 回我的话 应了 我不去 我看谁敢不去 老爷 婚是史家退的 君子一言四骂难追 这事 是不会有任何改变的 你就让我走吧 我人在这儿 我的心早就已经不在了 世君 你从小就任性了 我从没拦着你 你就算是不接手家里的事情 我也可以依着你 可是等一下 先去史家 我这事了结了 我就让你走了 真是老倒霉了 我的疼痛 心疼 胃压痛 我快懒得太乱气了 真是 我天天在家里拜菩萨 菩萨保佑 保佑我们家平安 你看看 偏偏出这种倒霉的事情啊 妈 别再说了 姐姐不会有事的 我说 你姐姐啊就是命苦 本来怀上了孩子 没想到 就偏偏出这么个事情 奶奶啊 这要怪你啊 天天晒晒晒 晒出事情来了 我怪你 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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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姨 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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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奶奶 奶奶 我本来 我本来想赠的钱 你给他赠的投票 赠的投票 现在怪我自己都怪我了 你走走 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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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怪我 也怪我 怪我这人破嘴 要不要闹了 我去找医生 你好 医生办公室在哪儿 这边请 好 谢谢 你再说一遍 你再说一遍 朱先生 我真的是尽力 你再说一遍 孩子没有 你认识 快 孩子没了 我姐姐要紧吗 我姐姐要紧吗 我疼了 我疼了 我去问医生 你知不知道 我们团的命都没了 我疼了 命都没了 没有了 我姐姐呢 我姐姐没事吧 你姐姐 你姐姐现在没事了 人没事就好 人没事就好 我姐姐 怎么他也就剩半条命了 半条命 我姐姐是人 她不是生孩子的机器 行 你连跟我发脾气 你干我生什么气呀 真不是我让她怀孕的 真不是我让她流产的 你冲我发什么脾气啊 跟我她们半条命关系都没有 她怀孕了 我她们安全马后照顾她 伺候她 像伺候我奶奶一样伺候她 我生把她打一个屁 喷气伤 把孩子打掉出个什么事 我她们闹得神明上 知道吗 我都为了谁 我都为了谁啊我 为了你的主子 你根本就不是为了我姐好 配我为了谁 你不知道吗 不用了 从现在开始 你不用再伺候我姐姐 跟这个家也没有半毛钱的关系 孩子没了 一切都结束了 你们再也不要来纠缠我们 我再也不要让我姐姐 跟你们这些人在一起 以前我拦不住她 现在我一定要让我姐姐明白 她错了 她从一开始就错了 还好为时不晚 没了孩子 买了什么灰家 统统都消失 这个家以后我来养 我再也不要她 收你们这些冲上的一举七尸 够了 孩子 你别走 不要走 孩子 你不要走 你不要走 不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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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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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姐 医生呢 你帮我去找医生来 你帮我去叫医生来 你帮我去找医生 赶紧 我的孩子没有了 我的孩子不在了 姐姐 医生刚刚出去 他让你好好休息 你不可以太激动的 我的孩子没事吧 你帮我去找医生来 我想问问他 你帮我去找我姐姐 我求你 姐 医生刚才说了 你的身体没有什么大碍 就是有一些外伤 需要好好养一养 你躺下了 我的孩子真的没事吗 真没事 姐 你告诉我 孩子就像肚子上的肉 甩是甩不掉的 大球 我的孩子还在 慢路小姐 你的孩子 姐 你的孩子还在 你的孩子好好地在你的肚子里 放心吧 说句不好听的 如果你的孩子不在了 周先生第一个逃不了干系 得问左先生 周洪才 我的孩子还在 是吗 是吗 当然 二妹的话 当然是真的 曼珍 你最不会骗我的 我最相信你了 我的孩子还在对不对 你知道我刚刚发了个噩梦啊 梦见我的孩子 谁 她她不见了 姐 梦是相反的 露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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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buck mostrar 露露露 不怕不怕 你看看菩萨 菩萨保佑你了 奶奶我没事 爷王老爷他都不敢收我呢 再说曼震跟我说 我的孩子还在呢 没事没事 你们坐吧你们坐吧 喝口水 我不要多说话了 我没事 你们不要这么大惊小怪 我真的没事 你们坐我 我不要不要多说话了 我太生气了 我刚刚做了个梦啊 吓死我了 朱先生谢谢你啊 这件事情 你准备瞒多久 起码瞒到时会长从南京回来吧 二妹怎么会知道会长去了南京 朱先生 我看到那辆车是冲着姐姐开不去的 我还看到那个 别说了 剩下的事交给我来办 你看你的淘姬多可怜哪 这么好的天气 也不带她出去到花园里溜一溜 我不想你出去 你有那么多的好朋友 为什么过去找他们玩一玩啊 我想多陪陪你啊 小小气 爸爸给你从上海买了那么多时髦的衣服 我也没有见过你穿 怎么 是不喜欢 我的衣服太多了 穿不过来 你就直说吧 到底是谁惹我的宝贝女儿生气了 你呀 你是爸爸最疼爱的女儿 爸爸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你好 爸爸 我什么都不缺 我就想你多陪陪我 这样的话我喜欢听 好 爸爸这次回来啊 就天天陪着你一刻都不离开你的身边 只要你不烦我 爸爸 我不想和世君结婚 原来是沈世君惹到了我女儿了 爸爸一定替你出这口气去 不 这和世君没有关系 嗯 那怎么居然还有人敢不喜欢我的女儿 我又不是金元宝 为什么人人都要喜欢我 再说世君已经有喜欢的人了 什么 你不信问沈伯伯去 她叫顾曼真 是上海来的小姐 顾曼真 爸爸 你要是真的爱我 就应该让我选择我想嫁的人 既然这件事情是他们有所在先 我当然不能怪我的女儿了 放心吧 退婚这件事情 爸爸不怪你 真的 你真的不生我的气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 你毕竟是小辈嘛 你这样忙中做事 伤了两家人的和气 沈伯伯一下子病倒了 我总要给老人家一些面子嘛 爸爸已经安排了 我下了帖子 请他们过来小聚一下 到时候你在饭桌上给他们道个歉 事情也就过去了 好吧 我现在想出去走走吧 这才是我的乖女儿嘛 走 回头见 阿弥陀佛 桌子 路上 我得给他们煮点红枣小米粥 让他轻补轻补 珍珍 伟来了 我给你姐姐熬了红枣小米粥 熬好了一会儿你带去啊 太心当了吧 都不自己缺货 我给他红枣小米粥熬好了 给他轻补轻补就对了 你看这皮锁真好 珍太太 你看 你选得真好 珍太太 也只有你的气质 才能衬出来这个皮肩呢 说笑了 那我就确实不恭了 不用客气啊 你看 珍珍珍 石会长送了那么多东西 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卸呢 是啊 嫂夫人 您也是太客气了 我们两家关起门来就是一家人 小女做事多有得罪 还请凶嫂二位多多包涵 我跟你说啊 这个儿女来到这个市上 她们就是来讨债的 咱们活一天就得还一天债 好在这次你来了 我算是吃了一颗定心丸了 沈太太 你别介意啊 我们家老爷说了 你什么都不用准备 我们家有间院子一直空着 收拾收拾给两个小的住 不用麻烦了 我们家宅子大人少 住在一起热闹 是 是 你放心吧 翠芝就像我的亲女儿一样 我不会亏待她的 世君啊 我跟你石伯伯商量过了 我们准备一起 在上海开一个分行 小同情吩咐的事情 小弟怎敢怠慢呢 万事俱备 就等着您派人手过去了 听明白没有 这才是最重要的事 世君 沈世君 我有那么忍忍厌吗 我没收过 那你干嘛一个大男人 总是吵我发脾气 我是在生我的气 生气有用吗 你去跟他们解释清楚啊 解释清楚有什么用 我们只是他们的傀儡 可我爸爸明明答应了我的 那都是缓兵之计 你相不相信 他们有可能 现在正在里面 替我们找日子呢 跟我结婚 就让你那么难受吗 我的大小姐 现在都已经火烧眉毛了 你还想要玩那种 收复天下男人新的把戏啊 我 我承认我配不上你 你赢了可以了吧 你从来就没想要了解过我 更没想要了解过 我心里是怎么想的 我们的婚姻 跟你想什么和我了解什么 一点关系也没有 全都是为人的皮货店 我知道 我爸爸想要你们家的生意 你爸爸想要我们家的钱 是啊 再也没有什么 以我们俩联姻 应该让他们放心了 那我们的幸福呢 你别傻了 你没事吧 你说我们该怎么办 我要回上海 我要靠我自己的能力 养活我自己 他们用奈我如何 你以前倒没有这样的志向 可能是我遇到了一个 我想要保护的人了吧 如果你没有遇到顾曼珍 如果你也没有去上海 我想我们就会和表姐表姐夫一样 结就结了 也不会有这么多烦恼 说实在的 听到你说要退婚 我倒觉得惨愧 这事 应该由我来面对 世金 你带我去上海吧 我的大小姐 你知不知道现在有很多人 一个月拼死拼活 挣来的那几块钱 都比不上你一条斯帕的钱 外面的世界 跟这里是不一样的 你适合的是一个安稳的生活 你需要一个人 来好好地呵护你 别想了好吗 好好待着吧 你想不想去看看 外面的世界啊 世君 你一定怪我很冷酷吧 就这么一走了之 你是不是觉得我很自私啊 可是我没有办法 我知道你爱我 你说你爱我这个人 可我不是一个人 家里拖累重的人多了 他们是怎么熬过来的呀 我可以为你抛开一切 我们结婚好不好 你怎么不说话呀 杜禄啊 妈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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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 奶奶带什么来了 宋子观音 对呀 来 来 来 你就发心好了 昨天啊 奶奶 给你带观音补了 她一定保护你的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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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上了 奶奶 你最懂我心意了 昨天啊 奶奶在家里拜了观音娘娘 她跟奶奶托了个梦 她就晓得啊 你怀的准是个鬼子 奶奶啊 奶奶啊 当年她爸爸在的时候 你怎么不给我做个梦啊 好让我再多生个儿子呀 下脚 哎呦 女儿好是好呀 但是要操心一辈子的啦 妈 瞧你 我最讨厌你讲这些话了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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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 看看 哦 我让你看 你看 你看 准生鬼子 真的啊 太好了 妈 我的那个安胎药呢 我妈给你准备好了啦 烫烫烫烫 这个安胎药好啊 好吃 我要多吃几副 好 来 来 来 快快快 妈 奶奶 她在动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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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在动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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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 奶奶 没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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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没动啊 肯定动了 在动啊 奶奶 你再接点 别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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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奶奶 这个药渣趁热 赶快倒到外面去 来 来 来 她要动啊 奶奶 叫外面的人 踩一踩踩一踩 踩一踩 我都没有动啊 动了 奶奶糊涂了 哪里 都 都哪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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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信这个 啊 下下签儿 细抱三元 上上签儿 哄哄你姐得了 别看真的似的 你说 姐姐的孩子会不会还在啊 你种什么鞋了呀 开始胡说八道了 这个地方 待会儿 待会儿 赶紧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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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来 咱把手 来 咱把手 来 来 来 看什么车 你过来 你过来 走 走 你看出来你还会修车呢 当然了 我祝宏才是谁啊 想当年我也是这码头的一把好手 一个人干三个人的活 二妹 你呢 刚从学校就出来 根本不知道这个世道有多好啊 你要骗你姐 我没揭穿吧 对吗 但是你根本就不知道 你姐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我跟您姐姐都是穷苦出身 忍辱负重的混事 就是想在这个上海滩能够有一席 律族之地 这次您姐姐可是用命在独牙 你根本不知道姐姐想要什么 在你们看来 姐姐爱钱爱名爱利 可是只有我们知道 她做的这一切 都是为了我们这个家 为了我们可以过得更好 我相信我姐姐 就算没有孩子 没有事情圈 她照样可以好好活着 她还有我们 我们可以照顾她 从今晚后 我养我姐姐 你 二妹 你就别开玩笑了 这件事情非得小可 当然 只要二妹你一句话 我祝宏才 愿意为你们姐妹俩赴汤蹈火 再送骨子 你还是先想想怎么保存自己吧 二 二妹车还没好呢 二 二妹车修好了 修好了 你先走 那我先走 你没事就散步 你不知道 正面的视频 你不在主意 还是不在主意 我不在主意 你不是说出来 你是不是说我 还能有什么 好想看 我起来走动走动不碍事的 宫德林的黑米糕 不写的 对了 你这回来兵荒马乱的 我都还没问你了 你怎么突然之间跑回来了 他们家里面说什么 有没有提亲啊 他父亲生病了 所以他要多留一些日子 我就先回来了 那他到底有没有 跟家里面的人说呢 你上次打电话回来 我就想关照你了 你这么一个年轻的女孩子 跟他回家 不可以没明没分地回来 你知道吗 姐 怎么跟妈一样了 放心吧 我们两个商量好了 等他父亲的病好了之后 再聊这些事情 你心里面有诉就好了 我告诉你啊 男人的话都不能轻信的 哎 慢真 哎 慢真 哎 你摸摸我的肚子 这小孩子啊 很调皮啊 一直在我的肚子里面 蹲来蹲去的 上次奶奶来说 她说她没听到孩子在动 你帮我摸摸是不是在动 是不是在动嘛 姐 你太紧张了 来来来 赶紧上床休息吧 医生说让你带过床休息 来来来 听话 我每天都在床上 碎得我腰酸背疼啊 慢着 我最近啊 我这个右眼老是在跳 跳得我心里面发慌了 你帮我去找医生 开点安胎药给我好不好 二妹 朱先生 你今天办播一天了 早点回去休息吧 休 二妹说话就是这么好听 朱柯烈都下得这么好 如果换了慢路 那就一个字滚 两个字 快就滚 散个字还不滚 我是好意 如果你这么想我也没有办法 妹 我也是好意 你说那车的事 你确定看清楚了吗 什么意思 我已经查到那个车的踪迹了 什么人 不确定 现在还在查 但是有一定是可以确定的 这是一起有预谋的车祸 二妹 你记住了 你所看到的 都是真相 不 没坏约 下说什么呀奶奶 你 没坏约 不是跳得很好吗 你刚才说孩子在肚子里心跳得很好吗 不动不动不动的 你什么用 妈 你不要跟奶奶去交劲 她老糊涂了 谁老糊涂了 你糊涂了 你糊涂了 不许对露露喊 糊涂了 嗯 做什么 露露啊 露露你要去干吗呀 你干什么事 快看看 快看看 快 露露 露露 她没事 我没事 露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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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点 姐姐 我去找医生 我去找医生 姐姐 我要去找医生 我问问她 她到底把我的孩子怎么啦 眼睛 你不要再折腾自己的身体了好吗 不是 你不要去找医生了 你 你的身体很弱 你不知道 姐姐 你就算不为了自己 也得为肚子里的孩子着想 我 我要去问 姐姐 为了孩子 为了孩子 你也应该控制自己的情绪 不可以太激动 姐姐 身体比什么都重要 知道吗 啊 妈 你就这样也要跟姐姐瞎闹吧 不是 不是 你们两个不要再惹她了好呗 好 快 快 快 你看 你 你 菩萨显灵 菩萨 你一定要保佑我的孩子 你保佑我度过这一劫 我发愿 我一定帮你塑金山 弟子发誓 曼震 你对姐姐真好 有你在 我就放心很多 我的心安很多 你知道不知道 姐 一定要把身体摇好 这干吗着急忙慌的 我骗不掉他了 我不想再骗他了 我骗不下去了 阿梅 现在能帮你的 只有我祝洪彩 这个黄 是咱俩一起编的 是 我吃到撒谎不好 但是你姐是不是 一天比一天好 所以 所以这个黄 咱俩得一直编下去 二妹 你看看这段时间 把咱俩都给折腾坏了 二妹 这段时间 那个沈先生在干吗呢 就是那个沈世军 就是那个沈世军 沈世军 这么多年来 受着姐姐的帮助 沈世军 却从来没跟他说过感激的话 因为骨肉至亲之间 反而有一种本能的羞涩 有许多话 都好像不便说出口 沈世军 小妮啊 曼珍 我姐姐出事了 孩子没了 她们 等我 我马上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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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笑 全世界 便与你同声响 哭 你便独自哭 要是还说去上海的事 免谈 我要睡觉了 爸 我愿意接受我们家皮货店神医 你再说一遍 但是我有个条件 我就知道你有条件 说吧 让我去上海 要想去上海也行 除非是我死了 上海开心店 对我们家可是救命大事 吃伯父肯帮我们 但他未必肯白白帮忙 与心你要与外人做个交易 你不如就跟你的儿子做个交易吧 你有什么资本跟我做交易 我答应你 与十佳合作 把上海的新店开出来 我绝对不会让我们的家业 断送在我的手上 你以为做生意是过家家啊 你不让我试试看 你怎么知道 这石景轩啊 在上海驰骋这么多年 就凭你那点小九九 他会看不出来啊 你连怎么做生意都不懂 你凭什么跟他交易啊 你说得没错 我 我是不懂得怎么做生意 但就算我真的懂得 他也未必会选我 你真的以为 石会长 是为了我们家皮货店的生意吗 你错了 他要的是一个 能受他掌控 完全听命于他的傀儡女婿 你说 我记得小时候 爷爷曾经告诉过我 我们家是做生意的 在以前啊 是会被别人瞧不起的行业 我问他为什么 他说生意人唯利是图 不讲人情 难道石会长不懂得这个道理吗 只要有利可图 他绝对不会罢手 这就是我跟他谈判的筹码 我可以帮他赚钱 但我绝对不可能做他的傀儡 更不可能把爷爷辛辛苦苦 传下来的家业公寿交给他 这么说 我就无话可说了 就信你一回 你知道吗 には把儿竖则试试试 di 你不想 berge 好 嗯 我们听见一听 我跟你说 二妹 怎么是这么强 二妹 车的事我已经查到了 但是凶手还在追查 如果我带着这个凶手 我一定拔了他的皮 拔了他的皮有什么用啊 姐姐的孩子也不会失而复得 这件事情瞒不下去了 我得去告诉姐姐 慢着 你放心 有我祝宏才在 一切都没了 慢着 小圈 没事 我来了 沈先生 别误会 我跟慢着有什么好误会的 走吧 怎么会看不是我呢 我真怕自己熬不到你回来 你姐姐怎么用呢 大人没事 是 可是孩子 你别难过了 等姐姐的病养好了 再要孩子就是了 哪有那么容易啊 那 那个人呢 毕竟孩子是他的骨肉 他有所安排的吗 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吧 我现在管不了这些 施君 眼下 姐姐还不知道孩子的事 慢着 慢着 你是不是糊涂了 你难道不知道说一个谎 是要再说一百个谎来源的吗 你不了解 这个孩子对于姐姐来说 就像生命了 他要是知道了 肯定是活不下去的 怪不得 祝洪才刚刚鬼鬼随随地拉着你 这一定是他的主意对不对 你还不明白吗 他就是打着你姐姐的名头 故意接近你罢了 你想多了 他只是帮我原谎 我太了解你了 你这个人就是说不了谎的 我原本也以为自己说不了谎 难知 在南京你说走就走 你不考虑我的感受 回到了上海 你姐姐出了这么大的事 你也不跟我商量 要不是我打电话给你 你打算瞒着我到什么时候 你还有什么事情瞒着我 我一回来姐姐就出事了 我能在这个时候跟家里说我们俩的事吗 我不是瞒着你 我告诉你又能怎么样 你爸妈会怎么想 这个女人一来 整个家都乱了 她一走 还要撒谎骗走他们的宝贝儿子吗 我不是瞒着你 他们不是这样的人 我们俩根本说的就是两件事 你好像变了 姐姐命神一现 我们这个家产的就困了 你让我如何不变 所以你就去找朱红彩了吗 别再怀疑我 你要是把简直带着 别人就不会有机会的 那你呢 我最需要你的时候你在哪儿 对不起 都是我的不是 我们先去看你姐姐吧 不行 姐姐现在不方便见客 可 是啊 我这不速知客 还是四香点好了 没有 是 我没有想见客人 没有想见客人 Obserxes 让他天天捣个刺 我是正想给他水凉 就老头不干了 我要辞职 回南京结婚是吧 你你在想什么 那 你就这么跑回来 婚也不结了 这时小姐和怎么办 你是她的朋友 还是我的朋友 这不是朋友的关系 这种事情到最后 受伤的总归是女孩 我要是真的跟她结婚 我就真的深信你一组 我只能一辈子安分手挤地 做一个扩上奶奶的丈夫 离开以后 实在是发生太多事了 要不然你以为 我能轻易地回来吗 你以为你 为了庆祝你失业 今天我请客 谢谢你啊 谢谢你 连你都开始对我开刷了 对了 南京那边都挺好的吧 我爸回来了 我爸回来了 家里一下子突然变热闹了 这几十年都不想往来 一回来就一团和气 我实在搞不懂 没什么搞不懂 俗话说 夫妻没有毁业的筹码 我才不想像他们这样的 我们人生有几个几十年 浪费这几十年的时间 跟一个自己不喜欢的人在一起 多可惜 你怎么知道他们不喜欢 有的时候 表面也是一回事 这喜欢也是另外一回事 曼珍的姐姐的事你知道了吗 是 什么事啊 算了 我都忘了 他从来不提起家里的事 你之前跟老爷子把话说得那么绝 想不想我怎么收场啊 那是他们逼我的 上次退婚 已经让翠芝帮我顶了一次 这算是我欠他的吧 你们俩是金玉良元 有什么欠不欠呢 你比我懂 你告诉我为什么 我这么想帮他 他老是想要把我往外推呢 也行啦 别再磨叽你那点 二来一去的破事了 我这耳朵都听出老蒋的 要我说呀 特别简单 你就是干男人的时候磨叽 不干男人的时候呢 又瞎逞强 你说人也好好 一个女孩子被你吊在那儿 简直就是不负责 我啊 我巴不得现在就马上对他负责 干脆马上结婚好了 我说的是石翠芝 你 你一点都不在乎他吗 我跟你说的是顾曼珍 突然关心翠芝干什么 我是旁观者清嘛 你说人家一个女孩子遇见你 就是倒霉 你放心 你放心 她可是石家大小姐啊 多的人是给她杀气 还轮不到你操心 你知道吗 阿宝这丫头啊长大了 开始招惹是非了 妈妈 妈妈告诉我 菜场那个卖肉的啊 儿子刚接管父母的摊子 就跟阿宝眉来眼去嘞 那小子 见到妈妈还阿姨长阿姨短的 可是卖起肉来啊 一两都不会多给你 真要能找个好人家 也是阿宝的福气啊 是啊 可阿宝心气可高着呢 她呀 想当状元夫人 我看她呀 是看戏看多了 脑子杠她了 看破不要拆穿嘛 好啊 好啊 我不拆穿她 我不拆穿她 我现在来拆穿你 沈先生来了 你怎么都不告诉我呢 她欺负你了 怎么了 那是你不喜欢别人 你呀 坏就坏在眉眼上 心气太高了 姐 你的手好冰凉呀 这两天呢 我给你煮一些红枣汤 这样的话可以暖身体 手脚就不会冰凉了 怎么 是不是她家里面的人 嫌我们小门小户的 你姐姐我啊 都帮你想好了 你看 只要你跟世君是真心的 日子是你们两个人过的 别管别人说什么 你记住了 姐姐都是为你好 我最疼的就是你 姐 这么快就长这么大了 不懂 你哪 我最疼的就是你 我我我都帮你 我都帮你 我我都帮你 你哪 我都帮你 我都帮你 一旁 爷 我可能真的错了 我现在什么都不想想 什么都不在乎 我只要姐姐你好好的 我要你好好的 你要是真的不在乎 你就不会这么痛苦 你知道吗 人生最幸福的事情 就是你爱的人 刚刚好也爱着你 我是没这个命了 可是姐姐我希望你幸福 你要幸福